短时间内巴沙尔想统一叙利亚,还十分困难,我们开看一下现在叙利亚的国内局势。 自2011年3月以来,在叙利亚的战斗造成约46万5000人死亡,超过100万人受伤,并迫使约1200万叙利亚平民离开家园。 不久前,联合国发出警告称,叙利亚南部紧张升级,可能对该地区估计有75万平民产生危险的影响。 图示,叙利亚国内现有局势,红色区域为政府军主要控制地区,黄色为库尔德力量,黑色为ISIS控制地区。 叙利亚政府政府控制下的主要城市是,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坡、拉塔基亚、塔尔图斯、巴尔米拉、阿尔布卡迈勒, 首都大马士革以东地区的东古塔地区,将是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猛烈攻势的焦点。 今年4月,所有反对派团体同意撤离后,所有叛军控制的非地,都被叙利亚政府军占领。 这些地区俄罗斯军警已经开始巡逻,在叙利亚北部的其他地方,土耳其部队和叙利亚反叛分子已经部署到阿弗林地区的库尔德非地,以对抗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民兵。 但是,美国盟军现在仍然占领着主要城市,阿弗林、叙利亚政府军于6月19日发动军事打击,旨在夺回Diraclitch和部分Sweida的南部省份。 忠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府军部队,正在对南部德拉省的反对派控制的城镇家、强攻势。 但叙利亚境内,仍然大部分是反对派战士。 叙利亚自由军FSA自由叙利亚军FSA是2011年,由叙利亚军队和平邻组成的叛逃者,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武装旅团。 旨在推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并且得到了包括美国和北约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支持。 力量迅速壮大,控制着叙利亚主要大城市。 反对派分别控制着Diraclitch的部分地区及其西部和东部地区,叛乱分子还控制于约旦和以色列占领的哥兰高地的边界地区。 自阿勒泊战役以来,FSA一直控制着叙利亚西北部的有限地区,其中就包括主要地区伊德利布省库尔德控制库尔德人在美国的支持下迅速扩张。 可以说在政府军积极攻打IS的同一时间,库尔德人也在叙利亚北部迅速开展行动。 在数年的时间当中控制着叙利亚北部大部分地区控制下的主要城市——拉卡、卡米什利、哈赛克。 但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让另一个北约国家十分不满,那就是土耳其。 在土耳其的强力干涉下,库尔德力量开始被削弱,美国也不得不减少对库尔德人的支持,以平衡这位重要的盟友的心理平衡。 但刚刚完成连任的埃尔多安很可能会乘胜追击,并不给美国面子。 ISIS控制伊拉克、伊斯兰国和黎凡特。 ISIS仍然控制着奥特克罗附近的一个地区,但该地区由东部的政府、军西部和库尔德部队包围。 ISIS现在仅限于大马市格以南的AL-HAJARAL-ASWAD和奥特克罗地区。 势力范围在叙利亚政府军、俄罗斯空军、库尔德军、美国等主要力量打击下所剩无几。 米采先生特约军事评论员福一鹏指出,从现有局势分析,巴沙尔统一去利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局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也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美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库尔德、伊拉克等各方设立,都想在这里取得根据地,政府军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加巨大。